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前因拍戏被传出与宋云化有送礼暧昧情 以豪者连忙澄清没有送也没有暧昧 那个服装非常的绅士 我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穿得这么像一个人的感觉 暧昧没有传闻 哎呦 哎呦 真的没有 就也不知道讲什么 因为其实他收到那只公仔 其实是我也在场 因为那时候是我们刚好在联访的时候 那个电影戏院他们送给他的一个公仔 所以我看到这行文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因为那真的不是我送的 不是我送的为什么要不好意思 名画王子林又嘉自诩 自己是狂野放荡不羁的风格 本想夸下豪宇最适合品牌男装的人就是他 只是看到刘以豪 又嘉都结结结巴了 不过他也说自己没有赢也没有输 我穿的是比较狂野 然后拼贴感觉的一点 今天比较狂放不羁 我今天来之前我本来是想要夸下豪宇说 最适合穿H&M男装的人就是我 就是我 可是因为刚刚看到刘以豪 然后我就想说不要讲这句话好了 好谢谢 我觉得你有赢吗 我觉得我没有赢 但我觉得我也没有输 谢欣已身穿一席高雅学房礼服 现场大秀白皙美背 让人大饱眼服务 谈到分手后的心情 他也淡淡的表示现在很平静 我刚刚其实在楼上 已经偷偷喝了一杯香槟 因为我觉得要来面对大家有一点恐惧 今天很好啊 大家很平静 非常好 就是明年看到的我会比现在会更好 你是传言因为大家都蛮替你抱不平静 没有没有没有 最主要的事件是在我们个人身上 而不是在报章杂志 或者是大家听到了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我会非常棒 然后就是就像你们大家看到的 我会一直展现相容给大家看 而女神郭雪芙有别以往性感造型 顶着一颗时尚丸子头 以休闲吊带裤穿搭出个性女孩风格 咱们女神说自己私底下 喜欢走宽松路线比较舒服啦 就是今天想要走一个 休闲个性的感觉 其实我自己私底下还满喜欢 就是走比较宽松的路线 然后觉得比较舒服 你知道我还会考虑见一下 就是滑具或是一些偶像剧 会来会来就是都看公司的安排跟计划 最后压轴的鬼鬼跟大秀性感好身材 V字开胸的礼服让她直呼拖出去啦 被问到谁是红毯第一美 她更自信的表示 当然是我啊 没想到第一美小姐最喜欢 购买时尚品牌的内裤 呃 就今天有一种就是豁出去的感觉 然后觉得参加时尚活动呢 就是要不怕漏 会有更突破的吗 啊 一次一次慢慢来 我一定是第一美啊 哈哈哈哈 我是压轴欸 已经看到其他领域了 我应该算是第一美吧各位 啊现场的各位 我今天应该是第一美了吧 第一美 对第一美非我莫属OK 我是比较矮的明星 没关系我们的领域跟大家不一样 我会选择内裤 呃 呃 因为我很喜欢就是H&M的内裤 我几乎我的柜子里有一百件 哇 你是新闻网 开心死了 采访报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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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у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